OK 我們馬上就要開始自己做了 那麼其實呢 我們現在第一個 是讓它跟泡沫一樣 還是有範本 還是有範本的 所以您可以從哪裡開始 從右上角也可以 有沒有 如果您一開始在左手邊這裡也有 New的Place 把它按一下 它會開一個新的頁面給你 好 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選擇 剛好昨天它有新的範本推出來 那範本隨時會有增加新的 所以我只要follow 還不可以嗎 可以啊 最簡單的 不會做的時候先照那個嘛 就好像您的委員簡報一樣 剛開始反正也沒什麼ID 你看 也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您是教育版的 那個loading會是長這樣子 loading會長這樣子 那這個 稍微等一下下 等一下您就會看到那範本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先看這邊 在這裡面 一般範本 簡報裡面請問會有哪些資料 有文字 對不對 圖片 影片 超連結 有沒有 這幾個主要的 好 也有音樂 它也可以插入音樂 所以呢 我們來看這邊 好 進來了 有沒有範本 有 它現在有分兩種 比較什麼 Fresh的 比較新的 還是比較典型的 對不對 好 比較典型的 那這個呢 是昨天才更改的 因為之前跟這個不一樣 好 所以它隨時都會有給你新的 不一樣的那個體驗 有沒有看到很多個了 你要典型的也可以啊 它都幫你先設計好了 所以有沒有看到剛剛我們那個地球人在這裡 嗯 喜歡吃的就找這裡吧 呵呵呵 欸 所以 其實蠻好玩的齁 它裡面有很多個 事實上有幾個是跟新制圖有關的 像你看到右手邊有沒有 好 像這樣子的一個 類似像新制圖的概念的 右手邊也有 好 假設我想要 好 這一種的 簡單一點點 好 它有的有特別寫說 那個是3D的 就表示那個圖比較大 那假設我選這個之後 你就直接按這個 使用Template 飯粉就是Template 好 其實說真的 等到你長大了以後 翅膀印了 就用什麼 Blank 因為就像小朋友一樣 我給他一張空白的紙 你就會畫 現在沒有 我們先這樣 先有印卡通圖案的 在上面著色 他就是給你一個空白紙 他就是給你一個空白紙 對 你就是自己一張一張來 是的 是的 但是 真的 因為飯粉會不會限制你的想像力 會只有當空白的時候才是你自己 因為就是有你自己規劃的 對不對 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那個飯粉你用不完 等到你用完了再 左邊也是一張一張的 對啊 所以 主要問我為什麼說兩個小時不要學會 因為還是跟簡報一樣 你看左手邊有沒有覺得 有點熟悉的感覺 對 只是插到說他是一整張大圖 然後去怎麼樣 跳到你不同的位置去而已 喔 果然恍然大悟了 好 所以你看 第一頁是這個 因為他這個背景 左手邊還沒下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選了一個飯粉之後 麻煩你先玩一下 不是馬上就開始打 這樣沒有用 一定要先怎樣玩一下 如果你怕這樣玩不過癮 請按上面這裡 Present 簡報 他就會進入全螢幕模式 好 你看我把他按這裡 有沒有進全螢幕模式 對不對 但是要會進去要離開嘛 所以您可以按ESC 或右上角 一帶右上角有沒有XX 欸 就可以離開了 好 我把後面還給您 請您選一個 您第一次看要給哪一個飯粉 好不好 OK齁 那既然大家在等我先講 其實各位來用這個最好 為什麼嗎 你知道嗎 因為我平常在上課的時候 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打中文 不是說他中文不能輸入 而是他有缺字 有缺字 所以說其實各位外需來用最好 因為不用打中文 等一下我會告訴各位打的方式 那麼我們先來看 你看點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請問簡報裡面適不適合放很多字 大部分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您看他的這個 有沒有發現只有title subtitle跟body 大標 次標跟內文 就這樣可以 對 他的三個level 當然如果您覺得字的大小 不太適合 顏色不太適合 放大縮小有看到的 欸 對 所以如果說我在這邊 好 等一下 這裡 萬一做錯的還原 還原在那裡 點一下 像我在這邊打中文有沒有發現打不出來 對 我現在剛剛是打一個中文 那預設的話呢 你在這邊打的 如果說您一定要打中文的 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可以從布景主題 信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中文 欸 您可以從這裡選 對 我們很少看到一個外商的服務 只有繁體中文 沒有簡體中文 對啊 你看 只有 很少大部分都是只有簡體對不對 沒有繁體的 那他真的 所以在大陸比較不流行 真的啊 好 那日文啊韓文啊這些都有啦 可是就是說他的缺點就是說 您可以打中文 可是他有缺字 所以這是一般我們比較困擾的 那第一個 你打了這個字之後 萬一您覺得不夠大 你點到他按編輯 你可以按這個 有沒有再變大一點 顏色這個應該都還好 你可以從這邊做調整 自己去做調整就好了 好 這個是插入字 那麼我們再來看 如果您在裡面 我們剛剛看到這裡 還有可能 剛剛玩過一次 欸 有沒有可能有超連結 有 因為你可能要連出去對不對 那連出去要怎麼辦 它很簡單 假設您想要連到我的部落格 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好 我就在這邊 您任一個地方 點一下就是打文字 有沒有 我在隨便一個空白的地方 點一下是不是打文字 欸 萬一如果您覺得這個字的位置不太對 點到他 手移動一下 手就可以用 不夠大也可以從這邊放大 縮小 欸 那我在這邊先打一段 貼進來 好 您貼進來之後 這個 其實如果網址很長的話 也沒關係 就稍微縮小一點 在這邊 只要是這樣子 它就會變超連結 但是我現在是在編輯狀態對不對 所以點的不會跑 可是您看一下齁 如果我是在Present的狀態之下 當我按了它 有沒有發現就跑出來了 這樣您瞭解了 因為它只要是HTTP開頭的 就會自動幫您變成超連結 就會變成超連結 所以超連結應該不大有問題 不大有問題 好 OK 所以我們解決了兩個 一個就是打字對不對 字的大小還有超連結 再來請問會不會插入一些圖片 有可能 所以您看上面這邊 它有送你幾個方式 像剛剛老師有提到的 如果說您是要圖片的 然後呢 它有送你一些叫做 Symbol跟這個叫符號 它有沒有裡面 WearOffice裡面 有沒有那個叫做 美工圖簿 對就是跟它概念一樣 下面這個就是所謂的 流程圖 欸流程圖 還有你的影片有沒有 因為這個影片 你只要把網址給它 或者老師有需要 加上背景音樂的 走在這裡 那萬一如果您的資料是PDF 或Video 就從這邊進來 欸因為有時候可能老師 剛剛跟你講的就是 欸自己的影片 我抓下來 或者PDF PDF也可以 那我現在先從第一個 這個 好 它所送你的 這個 圖布 它有分好幾個Style 你如果要可愛型的 你就找這個或Cute的 它都是向量的 所以放大縮小 不是真的 嗯 所以 船 找個飛機來搭 就 丟進來就好 好 那有時候您可能在選了範本 的時候 像一般正常來講 我們可以輪陰輪到 就是用滑鼠 前進 萬一你發現 欸我現在有按喔 可是為什麼不行 你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有一個鎖頭 有沒有 表示說它把這個 顯示的比例鎖住了 不讓你這樣 不小心去調到 所以你可以按下 有沒有解開的 解開了這個之後 我就可以Roon in Roon out 有沒有 搭配我的滑鼠 Roon in Roon out 好 你看這一隻 你可以自己用 移到外面來 這邊旋轉 這樣 這樣 這樣就比較可愛一點 對不對 就可以拿到這邊來放它 這樣會不會插入了 欸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的方式去玩 用完的才會玩出你的興趣來 所以我們剛剛先簡單解決 第一個就是 標題 超連結跟它內建的所謂的圖庫給你 那有沒有可能老師的圖片來自哪裡 網頁上的 有對不對 有幾種方法齁 你們如果要插入自己的圖片 可以從這邊 欸從這邊 假設是來自您電腦裡面的檔案 就從這裡來選 實際上它也把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找圖片 就是從富國找 所以如果您是找 富國的圖片 比如說我們來找一張 加大的 好您就直接找 它的內容就直接出現在右手邊 不可能找不到我們學校 哈哈哈哈 好 有沒有找到了 看你要哪一張 就把它點下去 就進來了 不過呢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 像這種的 請問我如果這樣丟進來 不會有那個白色的邊 這樣能看嗎 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一個線上服務 那個服務會讓老師以後沒有藉口說 我不會影響出來 真的 這個 這一張剛好是PNG 你看 所以 有沒有自己擺好就好了 我找這一張看看 這一張都有沒有去備 丟進來 有沒有 所以找圖片也可以這麼簡單 如果 關鍵字剛好有找到的話 其實就還蠻快的 像這一張 比如說像這一張 這一張進來就一定會有背景圖吧 你看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我右手邊我先關掉 好 有沒有背景圖 這樣 怎麼可以放在我們簡報裡面 破壞它的美 不是嗎 等一下我們介紹一下 那這一張呢就 先不管它 所以萬一你我不要的 就按Delete就好 這樣 是不是就OK了 好 所以我們介紹幾個囉 標題 內建的圖庫 超列姐跟茶主圖片的方法 請您先試看看 OK 來